好了 来到第十四条 有个graphy就是x3次-2x2-x加2 part8就是解决x3次-2x2-x加2graphically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知道我们将这个equation 把它变成system 就可以了 那怎么变化呢? 就是我们将x3次方-2x2-x 其实可以想象成为两条线的双交点 哪两条线分别是y等于x3次-2x2-x加2 即是特莫比的曲线 和另一条线y等于0的双交点 那么y等于0这条线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就是x access 即是我们只要找回 这条绿色的曲线和x access之间的双交点就可以了 所以partA我们直接把这个equation变成两条线 那我们就说from the graph x就等于-1 或者x等于正1 或者x等于2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A part做完了 partB就说要你加一条直线 就solve这条线 其实你也看到很清楚了 就是 题目现在给了一条曲线 y等于x3次-2x2-x2-x2 整条线就是y等于8 所以你就直接写了 add straight line y等于8 好了 那这条线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就是horizontal line水平线 你看到了 这条横线 它的y intercept就是8 横线 那我们如何找回 它的双交点的x座标呢? 其实就是看回双交点 然后再掃回双交点 看回双交点的x座标是多少 那这个位置是3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条曲线 和这条红色的横线 它们的双交点的x座标是3 也就是说 解写出来的route x是3 y是8 那我们就写回双交点 x就是3 y就是8 因为这两条线的双交点 的左标就是3和8 它们用回双交点 sort 2 小个等于-3x3次 加6x2 加3x-4 好了 那我们就只想这条 的 建议quality 化解了它 而小个等于-3x3次 加6x2 加3x-4 把这条线都掉过来 就变成正3x2 然后-6x2 这是正3x3次 然后-6x2 然后再加3x 然后再加6 小个等于0 全式除以3 那就变成 x3次 就是-2x2 加3x 就是加x x2x2 x2x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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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个等于0 这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特别之处呢 其实你又可以想象成 这里又是一条曲线 然后这次要小过0 我们就可以想象成 变成这样 就是这条曲线 和另一条Y 小过等于0 那么 今次小过等于0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Below the x-axis 就是x-axis以下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 范围有两度 x小过等于-1 不过x是2ull no x2 s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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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大家見